一公斤三万 五公斤十五万 十公斤三十万 我发财了 想想都开心 那也看你那个打电吧 这个时候也不是好彩的 也靠运气靠打电的 我小妹叫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我小妹叫 刘大胆 这还刘大胆 那都给吓成这样了 你闹什么 你来干嘛 就是毕老师派我来的嘛 主要是怕你 在这个深山野岭里有危险 我来保护你 你拉倒吧 你来什么目的 我心里还不明白吗 小毕哥那么小肚鸡肠呢 肯定是让你来监控我 怕我到时候踩个 十几二十公斤的石壶 对吧 挣个五六十万呢 不是多少钱 一天怎么也得踩个 二三十万呢 这也对吗 对 这个也那么贵的 刚哥咱俩一起踩 你既然都来了 像咱俩谁 谁能上去 谁踩到就归谁 行就这么说定了 行吧 行 野生铁皮石壶 分布于阴湿的悬崖峭壁上 对生长环境要求十分苛刻 采药人只能用绳索攀岩而下 可以说他们是用生命来踩石壶 拿 从上面下来 从 从上面下来踩 对对对 这样你先上去 别 好吧 然后你把石壶踩下来 在刘刚不断不断地忽悠下 李嘉丹决定率先体验 我一定努力 加油 你可以的 来 在离地四十多米的悬崖上踩石壶 对于李老五这样徒手攀爬的采药人来说 简直是小菜一碟 但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说 却是个不小的挑战 因此李老五用安全绳索 我先把刘刚和李嘉丹 运到崖顶 靠着绳索自上而下 踩石壶 石壶在哪里 李嘉丹你不要光过着脚下说好的踩石壶呢 注意力全在 我要把住绳子 我要下来 我别磕到脸 别磕到身子 就是已经忽略了那个石壶了 虽然李嘉丹勇气可嘉 但是没有找到石壶空手而归 不知道接下来刘刚会不会顺利踩到呢 完全没有底 因为你看那个悬崖 你只能看到这一截 下去那一截你就看不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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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下来什么感觉 我痛哄 害怕 谁要敢再让我来一次 我跟谁平平 尤其是最后那一节 你的手已经控制不住了 你就知道你自己的人 在往下掉 因为我们拍摄 他还找了一个是相对缓一些的坡 其实他们平时在更高的地方 更显的地方 所以真的不容易 我们亲身体验了 才感觉到了不起 看着李老五如履平地一般的 在斗牙上踩蘸石壶 李嘉丹和刘刚虽然费尽精力 却两手空空 难道这次采药之旅就此结束 哎 李大哥 佩服 佩服 你们没踩到 啥也没踩着 你们俩一个都没踩到 我这手都磨出泡了 光荣复伤了 太行 没踩到也没别灰心 这个送给你们两个 真的 真可惜就咱自个儿没踩到这个 正在两人遗憾的时候 李老五说了一件事 让他俩瞬间有了希望 还有更神秘的 还有更神秘的 什么东西 那个几千年的那个玄关 能把那个米解开的话 我们的景区是 想起来宣传一百万 什么一百万 没有 刚开 又找到一条致富的道路 就我这大脑瓜子啊 我跟你说里面全是智商 嗯 我得多吃两口这个 补补脑 嗯 多四点 咱赶紧去吧 五百万悬赏 对呀 都解了没了 咱俩一人五十 好吧 走 李洋哥 这太壮观了吧 这 这都咱俩别高了 哇 你看那个 那个人 太吓人了 面对如此震撼的玄关表演 和一百万的巨款诱惑 他俩能解开这千年之迷吗 你知道吗 那个 楼梯在哪里呢 没有楼梯 没有楼梯 对 没有轮梯 不是 李大哥 我上午我那么财食湖 他们拉着我已经很悲惊 我还脚蹬着呢 对对对 手还拉着呢 这个蹬不到的 这个单靠上面的人 拉我上去 我觉得太为难他们 这是真的 李嘉丹 刘刚用自己体重的优势 继续忽悠 体验玄关的任务 再一次交给李嘉丹 这一次他会有所收获嘛 加油 一百万在洞里等着你呢 一百万 我们来了 两千六百多年 国内外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 都没有破解的谜题 李嘉丹会有什么发现吗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宝贝 不告诉我 我什么都没发现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土石头 它挺结实的 没有棺材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人呢 这看这个玄关看得我 颈椎都疼 这一百万真的不好挣啊 我还是觉得 老老实实的回去跟小屁 说主持节目 比较来得实在 那个 那个李嘉丹 那个你在上面好好待着 别呀 你那个什么时候 破了这个玄关之谜啊 打电话告诉我一声 到时候回来接你 你别管我 我先走了 再见 快回来